嗨 大家好 我是飛匠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聊 斜杠 這兩個字 我自己本身有斜杠這個身份 其實已經有四年的時間了 從2017年開始 設計公司工作 晚上的時候就去服飾店上班 2017年那時候還沒有拍影片 2018年的時候那時候到日商公司去工作 晚上的時候就是接設計案來做 那時候也是我開始拍YouTube影片的時候 之後累積到了一定的工作量 一定的案件數了 我就把證職給吃掉 成立自己的個人工作室 然後來接這些案子 因為我是美術學校畢業的 所以身邊很多人他們都是自己接案 但我現在講這些 並不是因為 噢 我要講我多厲害 斜杠這個身份 現在好多人有 那我目前呢就是一個 全職的souho 包含設計跟簡介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工作室做完的 自己接 自己做 然後自己拿錢 聽到現在的人一定會有這樣的問題 每天都說要自然醒 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去逛街 每天都可以看電影 你這樣都不用上班好好喔 你都不會被老闆管 好帥喔 你們這些問題我們常常都會被問到 我們常常會覺得很無奈 所以這支影片就要來告訴大家 我一整天都在幹什麼 我自己個人 YouTube 博客 羊毛磚作品 最主要的設計案 要做哪些事情呢 設計案的接案要討論嘛 那案子要怎麼來 你是要去接洽 就有點業務的概念 拍攝影片要想企劃 拍攝 弄場布啊 場景啊 什麼的 還有剪輯 還要上字幕 還要上特效字 還要上音樂 還要找音樂 做完之後要有封面的設計 部落格的話 你也要想企劃 商品拍攝 算寫文章 跟修圖 羊毛磚的部分 採購跟設計發想 然後你創作完之後 你都是要拍照 放到你的賣場上面 那就是要拍照 跟攝影在修圖 這些零零種種的 我想的一些細項 其實還有細細項 做完設計 人家會修改 做完羊毛� 人家也會修改 還有包裝 還有基礎 那就是你剪輯完之後 人家如果要改氣的話 或者是要細修 那也是要花時間 以上這些才是 剛剛那四個身份 集合在我身上的 細細細細項 這樣說呢 會有點模糊 你也會想說 怎麼可能一天 可以做完這些事情 的確 我們不是每一天 都會把這四個身份 放在同一天做執行 平常的生活 再加上 我主要的設計案 部落格 這一整天 拍成一個Vlog 給大家看一下 一整天我們到底在幹嘛 天都還沒全亮 嗚嗚 謝謝 謝謝 今天算是比較早起來的 以往可能才9點多才起來 這時候的 平常的我 應該還在睡覺 因為今天有 很多的事情要忙 一般在工作的時候 我都會聽音樂 才比較有靈感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在工作室工作 比較可以這個樣子 我以前在其他公司的時候 有的可以 有的會很介意 我覺得這也是 一個人就是在辦公室的好處 就是你想幹嘛就幹嘛 嗨大家 現在的時間是1點49分 我目前已經工作了6個小時 我終於把第一個案子給做完了 一般人 可能再過2個小時就下班了 因為我中間沒有休息嘛 我中間沒有吃中餐 我通常都是忙完一陣子 或是忙到一個段落 我才會 餓 然後才去吃東西 今天下午 我有全級有氧的課程要做 整理一下頭髮 化個妝 很多人會羨慕說 欸你這樣在家工作 感覺就是也沒有在工作 欸睡到幾年睡到幾年 你今天想休假想休假 你今天想放假想放假 雖然人人都很羨慕這樣的生活 如果你想要自由 你就必須得先自律 因為你人還是要有收入 我覺得你不能只是光去看 人家很光鮮亮麗的那一面 你應該要去看人家很辛苦的那一面 所以真的很認真的來講 是很不公平的 化妝化完了 要去弄頭髮 嗨大家 我打扮完了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妝髮 我能力所及 我覺得可以把它弄到最好看的樣子了 今天要拍產品的開箱拍攝 然後商品拍攝 修圖 撰顯文章 其實每一個都還蠻麻煩的 每一個都還蠻技術面的 如果你要每一篇文章寫的時候不一樣 其實還蠻難的 I need my help taking my time to be your love 嗨大家 現在呢 部落客的東西 忙了 五分之一 就是拍照的部分 回覆信件 跟 等一下要打個電話會議 我的會議通常都是電話上面比較多 沒有辦法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這也不算是太好的事情 我還是會希望就是可以去走動走動 早上七點到現在 我都一直坐在這個位置上 右邊那個路東二條 嗨大家我已經開完會了 然後基本上今天的設計案呢 已經告一個段落 但是我還要開一個報價單 因為我月底的時候就不在台北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就變急著要做 然後把這些案子篩滿我下半個月 所以基本上我六日也都在工作 東西才做得完 現在的時間是5點27分 我想要先燙一下布 再準備去運動 我們剛剛運動完 現在要來吃晚餐 然後等一下吃完 然後回去要繼續忙啦 現在已經12點了我才要開始滑 所以算是我每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滑手機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我一整天如果沒有看訊息的話 大概就是800多條訊息 有些廣告啊 或是沒有多的訊息 然後就要花時間把它點掉 因為不想要錯過就是你自己放鬆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我一定會滑到爽滑到爆 好的在一整天的影片裡面你們會看到 早上的時候其實都沒有出門 只有下午的時候比較晚上的時候 我才會出去運動 可是其實這時候也沒有什麼綠色植物可以看了 可以看到我在影片裡面喝的那一瓶 紫色紫色的那一瓶 叫做 四倍粒 黑粒 樹葉 黃素 精華飲 沒有錯喔 就是這一個東西 一天喝一小瓶就可以了 那它的喝法有很多種 平常要比較快速的話 我可能就直接擦吸管直接喝 如果說我有時候想喝涼一點 你就會把它倒在氣泡飲裡面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大杯 你可以用100cc的或是200cc的 那我自己不喜歡喝太甜 因為它畢竟還有一點點甜酸味 你想要去外面還可以喝到冷飲的話 你就帶一瓶這個出門 然後放到包包裡面 出門的時候去買一瓶氣泡水 然後把它倒在裡面之後 它就是一整罐的黑粒醋葉黃素的精華飲 就是這麼一大罐冰冰涼涼 如果說有人不喜歡喝氣泡飲 那種刺刺的感覺的話 你就是把氣泡水變成一般的水 這樣就可以了 這瓶沒有你想像中那些不好的東西 比如說色素啊 或是防腐劑 這些東西是都沒有的 蠻適合常常使用三星產品的人在喝 一般的人 就算你常在閱讀 常常在看書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希望可以讓你們更了解 藝人工作室 或者是說SOHO主 或斜槓青年 他一整天大概都在幹什麼 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這麼美好 當然也有他美好的一面 我不得不說 不然的話怎麼會 有人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他真的吃力不太好的話 幸福就來自於 你可以支配你所有的人生 你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時間 如果你也嚮往這種生活 這種人生的話 自由的時間 跟自由的生活 我就必須得自律 就是一直在強調的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要一起加油 我相信你做得到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IG還有FB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得到 頂